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天下为目标的曹操瞬间压制了荆州 一路南进 之后终于逼近了孙权统治的扬州 曹操的大军几乎占据了整个长江沿岸 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 孙吴一直在投降与交战之间摇摆不定 另一方面 被逼离开荆州的刘备 得到了卧龙诸葛亮 诸葛亮的计策 即将改写曹操 孙权 以及刘备的未来 新皮与另爱新线英 感谢两位在决战之前赶到 多亏你父女二人 决州已经重归平静 新线英 父亲新皮是袁绍与袁潭的部下 为了消灭袁家 与其父一起追随曹操 镇压了决州的动乱 击败袁绍后 他的主公曹操 决定趁势南下 为了击败拒绝投降的孙权 曹操向赤壁进军了 意图通过此战 平定天下 为了参加决战 新线英和新皮 也赶来与曹操会合了 父亲 曹操大人来了 请您不要再满脸忧愁了 曹操大人 我连家人都未能救下 独自苟活至今 你是说 被原始当作人质的 令兄家人吗 此事说来确实可谈 但是 如果不是你们敢来 平定河北 恐怕还要多花时日 父亲 怎么可以让曹操大人费心呢 只要驱逐坐拥扬州的孙权 天下很快就会属于 曹操大人 为了迎来 笑声不断的天下 新线英 定会全力以赴 曹操大人 这 不必再说了 即使忧郁的地下头 也无法看到光明 笑容满面的时光 才最为重要 令爱 真是个好女儿啊 今后 要多倚重你妇女二人了 与孙权的决战即将开始 心中尚存疑虑的人 可以畅所欲言 我想提高一下水师的实力 虽然想增加实战经验 但是没有 听闻 附近有水贼出没 我觉得应该前去驱逐 不少士兵 要说到 难道 是被敌人掳获了 敌方 有擅长谋略的周宇 和诸葛亮 可能已经针对我方阵营 射下了圈头 例如 散步流言 各位 现如今 我军远征在外 顾不上其他势力 在我军 与孙权对峙之时 梁珠的马腾等人 也在积蓄力量 要平定天下 敌人不仅是孙权和刘备 我军耽搁不起 更多时间了 所有人 迅速解决自身疑虑 以备决战 刘备 马尔 喇 刘备 按 刘备 蛮宠大人虽然聪明 但是感觉有些轻轻 我也想与曹操大人一起乘船南下